主料,芋头100克,主料,葡萄干,核桃一个,大草两个,红豆沙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芋头5-6个洗净,上蒸锅蒸熟约10-13分钟,我把放在冰箱里的红豆馅也一并蒸了下哈,把蒸熟的芋头去皮,面层玉米,加入白糖,裂入,少量牛奶搅拌均匀,完毕抹一层油, 红枣取合切成丝,用红枣丝,核桃圆,葡萄干摆出一个造型,铺一层玉米,让其中间形成一个坑,加入红豆馅,再铺一层玉米,把表面抹平,把局下的红枣丝,葡萄干,核桃圆分摆在表面,上锅蒸5分钟,晾凉后扣出即可,材料都是熟的,蒸的目的是为了定型,蒸的时候要盖上个盘子, 不保鲜膜,防止水滴滴落,破坏成形,芋头洗几去皮,切小块,加一勺剁椒,上锅蒸10分钟,就变成为一款纤维的剁掉芋头,烹饪技巧,外面要抹一层油,我就忘记抹油了,结果没口出来,只好用少软挖着吃,不过不影响味道怕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